游戏史上有哪些特色鲜明的战区游戏值得一玩? 本期视频将为大家推荐10款值得入手且极具特色的战区游戏 保证每一款都好玩过瘾 保证每一款都特色鲜明 千万不容错过 记得点赞收藏哦 幻灵降世路 本作由韩国公司开发 用中世纪的背景 讲了一个楚汉争霸的故事 是的你没听错 如果你很熟悉项羽刘邦的故事 大概很容易就能把人物做出对应 但好在台子脚本方面表现优秀 所以体验感不错 整体的美术风格非常显实 但毕竟是韩戏游戏 就算不摆弄掐边元素 起码也不至于搞出过度 甚至扭曲显实的辣眼睛角色来恶心人 所以看起来格外舒服 同时本作的战斗演出效果也很不错 因为是显实画风 制作组对战斗的力量感把握的不错 隐藏在盔甲之下 充满着野性的搏杀的感觉 被塑造的非常好 并且每次进入战斗演出 后面的背景中 又有其他士兵在拼杀的场面 使得战场的代入感确实强 只是回复戏角色在鼠目方加写实 施法方和被施法方的背后 都有小兵在那列队欢呼 价都不打了 瞬间有种中二感满满 和这背景版真的却都是氛围祖辈 远都不远了 但是这不过就是个小槽点 纯正的中世纪风格 嵌倒进日式游戏的玩法中很有趣 当作写实美术风格的简单版火门来玩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圣女战旗 这是一款画风非常精致的古典派2D战旗游戏 说起古典派 主要体现在游戏的美术风格 致力于把很有旧世代战旗游戏的画面风格给重现出来 并赋予现代技术的精细化 无论是犹如一个个高低不同的方块 构成的野外地图 还是游戏的法国大革命的舞台选择 都很有MD或者SFC时代的游戏风貌的同时 也会很克制的引入符合现代的元素 就比如开发者很懂人性的 加入了诸多漂亮的女性历会 这些历会虽然一看就是妥妥 但是在21世纪 可画风却有DOS时代精品老游戏的古典历会味道 极致高清与古典韵味相结合 使得本作颇像一款远古经典战旗游戏的高清重制版 但在美术风格的呈现上 又远比很多带我原作美术包袱的 真名作重制版的效果更好 游戏系统的设计也很古典 难度高 偏硬核 天气对地气的影响这一设定非常生动有趣 想体验古典风格 又不想忍受老游戏的诸多硬伤 可以试试这款作品 《陷阵之志》 这是一款小体量像素风格的战器独立游戏 虽然体量小 但本作却把小而今做到了极致 首先本作的目标 不仅仅是保护我方战力少数伤害的攻击敌人 而是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 更要保护周围的建筑物不受伤害 因为建筑物存亡决定我方积减的电量 如若电量归零 意味着战斗失败 同时本作还包含了一个击退系统 而活用击退 不仅可以阻碍敌人的进攻意图 还可以附带地形伤害 比如让其掉入水中 掉进火力 敌人之间互相碰到会有伤害 击飞的敌人撞到地形单位 也会对地形单位造成伤害 同时为了战斗更加的紧密 游戏的敌物血量不再是精准的数值 而是采用了更加直观的次数概念 因此玩家每次行动要考虑的条件要素 都非常充实 某种意义上 把本作看作是战旗游戏中的解密游戏 也是可以的 非常值得一试 超级机器人大战威 虽然激战类游戏 一直都是比较粉丝向的类型 但我不得不说 机器人战斗真的很有美丽 会计了包含高达 EVA等优秀作品 大杂会的机器人大战系列 凭借着优秀颇具张力的战斗演出 生动的把每一代少年都会争论的 关公战秦琼的名场面 凭借游戏给完美呈现出来 通过精妙的世界观编排 让一种优秀作品的人气角色 带着他们的机甲 展开一场宏大热血的剧情 可是任何人都不该拒绝的 而这个系列中 如果不去考虑机战A 这种G比1平台上的 元老机作品的话 我个人认为最适合推荐的 就是超级机器人大战威这部作品了 首先自然是要考虑 平台的便利性 PC PSV NS PS4 几乎覆盖了大部分玩家群体 其次 本作在上手难度方面 也是有着诸多优化 对刚入坑的新玩家极为友好 而且不同角色之间的互动 也非常有趣 从视觉澄清的角度来说 哪怕你是一个激战小白 仅仅是欣赏机器人 体验演出超级过瘾的战斗 本作也将会给你带来 非常不错的体验 高级战争毁灭之日 如果你了解过高级战争重制版 你会发现 它格外放弹了系列中的卡通风格 甚至看起来像是玩具再聚在战斗似的 而这部在NDS平台推出的 高级战争毁灭之日 则完全相反 游戏的风格全面靠向欧美写实 战斗视角也从过去的排排站 变成了45度倾斜视角 最大程度在NDS上 放大敌我双方战场上的画面张力 故事自然也一同转向 黑暗沉重的写实风格 配合着带有些许诡异感的音乐 废图战场的氛围 被呈现得非常完美 如果喜欢玩主打兵种配合 且颇有战略深度的作品 那么本作应该会很适合你 最终幻想战略版 狮子战争 如果你是一款战旗游戏爱好者 那么这款神作绝对是不容错过的 这部同样由松野太起地藏的作品 虽然其核心包含了太多太多 皇家骑士团的要素 但本作却有着完全不亚于 皇家骑士团系列的高度 作为无数玩家心目中 剧情最好的战旗游戏 本作围绕着宗教 人民 阶层的深刻话题 塑造出了一个无比庞大厚重 又充满黑暗的魅力世界 这些融合在一起 使得本作虽然是一个幻想故事 但其深邃沉重的故事展开 真的不愧于史诗之名 而游戏系统方面 在丰富的职业系统加持下 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打法 或许对于现在而言 只是培养角色 需要费些时间刷集算是缺点吧 但小不掩狱 只要你喜欢战旗游戏 那么本作就绝对不容错过 尤特纳英雄战技 勒指伦传说 本作同样是一款传奇的战旗游戏 由火纹之父加赫赵三所创 它继承了老火纹的特点与玩法 并在此基础上全面的加强 某种意义上 这大概是制作人 脱离了任天堂的束缚后 做出的最严谨 最耗心血的诚意制作 可惜由于其玩法内核 过于和火纹相似 制作人又在宣传时 高调拉火纹站台 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任天堂 经过四年法庭偶战 在最强法务部的雷霆手段下 制作人输了官司 但好在勉强保住了发售权 才使得本作得以面世 比起系列的超高难度的续作 本作整体难度尚可 虽然制作人当年那句 最后大作的宣传口号 让本作连个最后的拆得没有了 可游戏品质是真的担得起 为火纹玩法的上线 画句号的海口 大气的剧情 颇有魅力的角色塑造 线索铺垫 意识做得极为精妙 拿出些耐心 这款战棋类游戏的巅峰之作 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 常玩常心 战场女武神1 初代的战场女武神 如果你不看攻略 不钻研取巧速攻的办法 那么呈现在你面前的 仍然是一个步步为营 硬派又不是厚重 浪漫又不是紧张的 TPS战器游戏 因为在策略游戏中 加入了完整的战场操控 和射击杀敌的环节 使得玩家一直在战场指挥 和战场微操中 顺畅的无缝切换 这比很多战斗演出再好 也不过是播片看结果的同类游戏 要抢出太多太多 实际上游戏对战场的临场感 刻坏得也很不错 素描解戴眼上色的方法 在当年也为玩家 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视觉冲击 人物设定和故事调形 虽然难拖日式固定的套路 但好在人设轻盈扎实 在以弱胜强 以少胜多的战争背景中 特别有感染力和亲和力 值得本作在游文体验 视觉体验等方面 都非常的和谐统一 推荐给所有想尝试 不一样的战器游戏的玩家们 火焰文章结合 说到战器游戏 怎么能不提下火焰文章 火焰文系列绝对是每个喜欢战器游戏的玩家 必玩的经典 如果你是新玩家 那么作为火焰文系列的最新作 可能会更适合你 在本作之中 玩家可以控制主角 与过往作品的主角合体 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变得更强 虽然合体后的形象比较抓码 如果知道这抓码的合体系统灵感 既然是来自于前几代作品的结婚系统 就更抓码了 但要是说合体后 瞬间获得可观的强度 所带来的爽快感 本作呈现的确实是非常优秀 对于新手而言 战器游戏里一招失误 满盘接收的情况 这里也不会出现 回溯机制的存在 让一些负反馈都变得相对柔和 为了保护这份爽快感 本作也没有回合限制 没有武器耐久 更没有太多附加视角 逼迫玩家不得不加快进攻节奏 是莽是稳 全凭自己 可能建模人士的成美是差了点意思 但可玩性方面 确实是非常不错 怪兽战争 本作和现阵支持的玩法比较相似 但与之不同的是 我们要抵御的是行动相对迟缓 但血量其高 攻击力爆表的怪兽 是的 没错 这是一款特射风格的战器游戏 但这又是一款 需要玩家作为指挥者 在特射剧的片场 打一场没有奥特曼 只有人类自己抵抗怪兽的 特射风格战器游戏 听上去很离谱 但玩起来挺带感 把现代的武器 统统变成消耗品 对怪兽实行自杀性攻击 一步步耗刺对方 通过对怪兽的行进方向 进行预判 结合已知的怪兽移动速度 因地制已地建设 各种兵种生产攻击单位 然后组成高效 且连续不断的火力打击 来解决怪兽 结合干脆利落的 特速反馈与攻击动画 爽感和策略感都很强 无厘头的搞怪 好像内涵了脚盆机的故事背景 再加上复古科幻的美术风格 使得本作的气质调性 几具个性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游戏推荐了 屏幕前的各位 还玩过哪些好玩 还有特色的战旗游戏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推荐 如果各位觉得 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这里是碎纸期的良心推荐 我们下期见